我们再来关注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 今天上午 湖南省武钢市相关部门终于证实了 该市常务副市长杨宽生 26号凌晨在自己住处死亡的消息 目前呢 湖南省邵阳市武钢市 已经就杨宽生身亡事件组成了三级调查组 今天下午 武钢市的宣传部声称杨宽生是属于精神抑郁自杀身亡 但这个调查结果并没有能够平息人们的猜测 这名副市长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由于三天时间下来仍没有官方消息 媒体和房间对此涌现出各种猜测 据《新京报》报道 一位参与尸检的医生介绍 杨宽生的尸体左手半处有刀砍痕迹 肩部和背部有大面积磋伤 左胸肋骨断了三根 这位医生判断很可能是他杀 他杀的猜测在当地传着费给养养 杨宽生生前是湖南武钢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 今年47岁 猜测他杀的原因最多的说法 是武钢市领导面临换届 10月份 少阳市曾到武钢市 考察了解过领导班子情况 而杨宽生就在被考察之列 杨宽生的一名亲属告诉《新京报》记者 这是市里准备提杨宽生当武钢市市长 而在有这个说法之前 有人先后到市里和省里 告杨宽生的状 这个背景让杨宽生的死亡 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也在当地引起了更加混乱的猜测 但是武钢市政府相关部门 对这个说法仍然是保持持续解默 武钢市相关部门只是表示 将尽快公布事件结果